那个水粉是做什么的 卖汤葫芦的 你呀 少跟这些三教九流的人混在一起 以你的身份 要娶 别人娶公主才是 喂 怎么了 唯一的公主被你娶走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 开个玩笑啊 不过照我看哪 公主她未必有这个水粉可爱 你知道吗 她还陪我一起骗魏征 多有意思 你说她有多可爱啊 她皮肤呢 又白又嫩 眼睛又圆又亮 比公主还漂亮 你别把话说绝了 你又没见过公主 你怎么知道她比公主还漂亮 反正呢 连天仙都比她漂亮 大哥 你帮我做眉好不好 做眉 你呀 你才刚认识人家一面 你就想娶她当老婆啊 哎呀 这一面就可以了 这辈子我只娶她当老婆 堂堂堂国公的二公子 要娶一个卖冰糖葫芦的 被爹娘知道了 我扒了你给皮肠拐 待会儿一定要尝尝我的手艺 好啊 有客人呢 太好了 有鱼有肉正好可以请客呢 燕芝 这位是李建成李大公子 大表哥 大表哥 是啊 李世民是我表哥 你是他大哥 你不就是我大表哥了 大表哥别客气 里面坐啊 大公子 这位就是你要找的水粉姑娘 你找水粉什么事啊 水粉姑娘 我有一些话 想跟你私下聊聊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水粉姑娘 没事的 大公子可能有些事情 跟你随便聊聊 你不要害怕 他一定是要问你李世民读书的事 水粉 你可得帮他说说好话 快进去吧 他还等着呢 来来来 我来拿 这个鸡 你买的 这是多少钱 你就是李建成 未来的驸马 我看姑娘是个明白人 既然这样的话 我也就不跟你绕圈子了 开个架吧 开架 开什么架 姑娘 你应该知道我是未来的驸马爷了吧 李世民是我的弟弟 虽然他不见得能攀上什么皇亲国戚 但是 总不能让你这样的人 坏了我们李家的门风 你说什么 我坏了你们李家的门风 李建成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我水粉那脸配不上你们李家 你说呀 实话告诉你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 你也不是第一个 先要攀上枝头 当凤凰的野麻雀了 世民呢 总是喜欢利用你们这些涉事卫生的女孩子开心 可是你们每一次都当真的 都真的以为 世民会抛下自己的地位和身份 娶你们回家 当媳妇 你以为我参加李世民 是为了嫁给他呀 难道不是吗 这桌上有五百两银子 你给我立刻拿走 离开京城 永远不要再回来 哦 原来 你们李家的血统 只值这五百两银子啊 李建成 我告诉你 你把这银子拿回去 我水粉 嫁定了李世民 你 我就是要给你们李家的血统里 尝尝糖葫芦的颜色 住口 姑娘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告诉你 你这样做 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是吗 我倒是真有兴趣瞧瞧 大公子能对我怎么样 废话少说 把银子拿着立刻离开京城 对不起了大公子 我只是一个小丫头 要走要留 和我们家主子商量去 你 哼 气急败坏啊 大公子 韦征 你去把那个水粉给我赶走 出什么事情了 你别问为什么 把她赶走就是了 到时候 我再给你府上送三个鸭头 大公子 我这个破屋子一个丫头已经足够了 我就是想知道 水粉在哪个方面得罪大公子了 是啊 大表哥 水粉姑娘还年轻 一个卖糖葫芦的 没有见过什么世面 要有什么地方得罪你 你告诉我 我帮你教训她 我只想你们告诉我 同不同意赶她走 大公子 宰相肚里能撑船 你何必跟一个下人计较呢 魏征 你是存心想和我计较是吗 大公子 这下人也是人嘛 至少我得知道他犯了什么罪 我才能够决定要不要辞他 是啊 这官府又是说理的地方 总不能上堂就打板子吧 好 你们既然这么护着他 告辞 大表哥 你不对劲啊 为什么不对劲 你本来不想收留水粉的 现在怎么这么好心收留他 打狗还得看住人呢 他这么逼我 连门都没有 什么意思 就冲着你这句话 我愿意做牛做马 跟着你一辈子 一辈子啊 就一辈子啊 水粉 水粉啊 你可是福大命大 造化大呢 这魏先生为了你啊 都不惜跟大表哥翻脸呢 魏先生 你的这份情 水粉会记在心里的 我记得救我 好